大家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空过可以看视频 做上方咨询 我们来看面相的案例 虽然男主皮肤白皙 看起来亲和力非常强 小白脸一张 其实从面骨来看还是见棱角 面骨见棱角 骨气还是有一点重 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温柔可爱 其实内心还是好胜心十足 并且做事坚韧有毅力 是一个好胜不服输的一个人 同时我们说筋骨质的人 对于男性来讲也是阴阳得配 所以说运势根基来讲还是不错 只是三庭比例来看 若在了上庭 上庭稍窄 而且发脊相不齐整 早年难详祖阴的庇护 并且甚至青少年的时期 会出现一些自卑的情绪 早年运势一般 再加上本身 官陆宫见智 见疤痕的干扰 这个地方有一些 这个痘运疤痕的话 容易出现 25岁左右出现犯情伤的情况 那么需要多注意 同时也是官陆宫所在 那么不立功门 早年运势一般 出身家庭环境一般 不太适合在官场 或者是在仕途发展 考工 考边 或者入体制内 不太适合 比较适合在外求职发展 我们看眉眼的运势 这个眉毛 那么有一些眉头聚眉尾散 并且眉烧浓 疏散 稍微有一些 做事的 这个耐性稍差一些 个性稍急一些 这是眉头聚眉尾散 做事有一些三分钟热度 那么眼睛来看 有一些大小眼 大小眼的人 在为人处事方面 会有一些灵性 但是他会最 有一些处事方面的 容易识人不明 或者是说 有一些对待 对待人或者对待事的时候 有自己的内心的一种 两套标准 表面一套 背后心里想的是另外一套 这是大小眼 并且既有双眼皮人的温情 也有单眼皮人的胆识和破裂 也是一种刚柔并激的状态 另外我们注意到 从鼻孕开始 还是开始慢慢起孕 鼻高拢饱满 鼻梁起 自己内心是很有主见的一个人 全股也不弱 好生心和自身的权力的欲望和野心 报复都是比较强的 进取心十足 事业方面在中年 会慢慢的起孕 慢慢的起孕 35岁往后会渐入佳境 鼻翼宽厚 鼻头也饱满 财运还是不错 并且为人也是慷慨大起 那么稍微有一些漏财的格局 鼻孔 养漏有一些鼻孔养漏 那么人中的伸长 此处也是瘦带 人中伸长的人 一般子嗣蜂龙 此处也是瘦带 晚年也能想高手 整个面向的一个最好的点 是在双唇均匀 饱满 并且有小虎口的这种特点 那么所以说 口为出纳宫 也是吸纳整个大地之精华 吞土纳气的地方 吸收能量的地方 也是排出污气的地方 所以说出纳宫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是像这种形态的这种群形的话 是身体素质家 而且能够为人也是 做事和言行方面 都是能够做到进退有序 进退有度 言语得当 人缘是不错的 那么包括夏婷来看 也是整个下巴兜兜 晚年能够兜住 一生所积累下的财运 晚年财苦丰隆 能够让家族繁茂 子孙满堂 这是从整个人中和夏婷来看 他晚年的浴室还是不错 特别是双唇 全形非常好 好了 这个整个面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看视频从上方咨询 我们下期再见